大家知道 手錶的東西 特別版就不一定限量 但很多限量版又不一定特別 大家想不想到例子 例子其實有很多 特別版不限量 但限量版純粹轉一下顏色 就不特別 但它是限量 今天找了一隻Casio 但它不是G-Shock 嚴格來說 它是EDIFUS 另一個系列 所以 你不會有G-Shock 防撞的效能 但仍然有很便宜的價錢 可以買到一隻 類似G-Shock的 電子色 並且有Analog針的機芯 但 也是金屬外殼 包括鏈帶 這隻就整隻到了黑色 你看到的年份 是2018 它是一隻限量版 並且很特別 不是純粹換了顏色 基本上是有些設計 和一般的EDIFUS 上面有一個Cost Over的牌子 Scuderia Toro Rosso FORMULA 1的紅牛車隊 如果對賽車的朋友 可能會比較熟悉 那我就不太熟悉 但撇開這個Logo 你可以看到 整個配色 是一種高級紫色 一種很漂亮的紫色 有些神秘感 但外面的外圈 包括殼 都倒了黑色的PVD 間不中 在一些Marking上面 是有一種紅色的點綴 但不會太多 例如中間有一個紅色的圈圈 和外面的外圈 在40分鐘至60分鐘 都做了一些紅色的Marker 部分的Indexes 是畫了一條紅線 有一點想賺到它 就是它的Indexes 的做法 就是真的好像 一些 漂亮一點的G-Shock 是很立體的 是整顆 一個正方形的 放進去 這個也有利 它的標盤要夠高 也有些切割 你看到 例如拿1點位的 分中黑度 的Indexes 你看到 旁邊 拋光 也有兩面的切割 頂頭還有一面 所以 前後 你看到 至少有三面 我很快講講 這個機身的功能 它有十年長壽命的電芯 Telememo Telememo 如果你懂得使用的話 可以當作Memo 使用 世界時間 和1.1秒的計時 倒數的時間 還有 有三天的 鬧鐘 100米的防水 跟G-Shock不同 它沒有燈 沒有LED 你看到 兩支針 沒有秒針 並且 有兩個小盤 是LCD的顯示屏 一個 我看到 寫著12月26日 即是今天 今天是星期一 Monday 這支筆的定價是$1820 我正在做六折 對它有興趣 可以WhatsApp 綠色位置這個電話 聯絡我 非常 Octave 好 好 好 我可以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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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